你好 今天是狗狗患癌症第12天 看今天早晨 就跑到外边看 我给它放了一小盆的牛奶 还有精瘦的牛肉馅 然后那一小盆是那个烤鸡 给它撕下来的烤鸡腥 这都是它平时最爱吃的了 还好今天早晨没有流血 宝宝很坚强也很乐观 刚才翘着小尾巴在这跑来跑去 看多好的孩子 人类要像这个小狗狗学习 又坚强又乐观 但是你看它吃东西的时候 它现在这小尾巴就往下落了 但是不是还翘了一点点 前些天的时候一吃东西的时候 小尾巴整个落下来了 然后那时候我还纳闷 我说它现在怎么吃东西 小尾巴搭了下来了呢 它不喜欢吃这个东西吗 你看它那嘴 看得见吗 看它嘴那个种物 已经老大的了 但是宝宝宝还是希望快乐地活着 你看它那个种物 你看嘴那儿 它是蹭地的时候 它一蹭地或者它抓的时候 要是抓破了就溜血 我觉得溜点血也好 溜点血是不是给它能去去毒啊 缓解一下那个种物 那么那么种那么大的压力 溜溜血 你看它小尾巴又翘起来了 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它嘴疼嘛 所以小尾巴就大了的 不吃东西了 你看小尾巴还是翘翘的 宝宝 宝宝宝 宝宝过来吧 不去了 不去那边 宝宝 看自己出来溜的 哎呀这地都是 这possum 就那个possum叫嘛 副鼠 副鼠弄的脏物 看自己还往这边溜的 所以今天不想带它 可以上医生那儿 给它拿点 再买点那个纸层 纸层药水去 买点止疼药水 我再想买点抗生素 哎 这好看的花也就好 我帮我哪儿去了 看见什么好东西了 不能不能轻易剥夺孩子的生存权 孩子一生病了 然后就安乐死 就放弃了 那样拿行 好了宝宝 但是主人不放弃宝宝 你就得需要操好多的心呢 花钱 花精力 陪伴他 这都是应该的 就像你孩子一样 你孩子生病了 你能随便就放弃吗 那什么人可以轻易做到的 宝宝 好了 再见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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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